李宗盛 복宏 因为有些时候 当PE四伪五十倍的时候 他会叫你 继续买、继续买 钱 多好 但当PE是十倍或者一流下的时候 他叫你不要买啊 沽啊沽啊 究竟是不是真的呢 这当然你自己要想一想 是不是真的可以相信 这个伸延到其实银行方面 如果银行看到现在 银行的职员推介你的东西 你也要小心 因为其实它们很多时候 就是一个Sales的行为 就是他們的回報方面 他們的薪酬方面是以一個commission的形式 所以他們推薦下來未必考慮到真實自己的情況 還有一件事就是你千萬不要做一些不懂的投資 證監會去年10月做過一個投資者調查 有些統計數字就說 原來發現三分之二的投資者 對自己投資的產品的認知是不足的 有些甚至完全不理解的 只不過聽到人說 或者聽到電視、電台、新聞說 他們就去投資 其實這個風險相當大 做投資就好像做生意 我叫他拿錢出來夾品做生意 你也要問長問短 究竟做什麼生意?有沒有前景? 但你買一隻股票 買一些工具這麼容易就買幾十萬 甚至幾百萬 你看這個危險性多高 在剛才的投資書的經驗 你看到大元的國際 我就真的完全不了解的 業務完全不知道的 OK 我完全不懂關心公司做什麼 只不過是知道議員家族的一些背景 那就是做了一個輕率的決定 日本的認股權證基金 我也是一樣的 我只不過看到日本當時的股市升 也看到很多保障報道 說那裡很好很好 想著自己也很幸運 入Warrant方面 我自己有個 track record 是贏多輸少的 那就睡了下去 結果也是一次慘痛經驗 台灣商人的case也一樣 其實他不懂什麼 當時那個外資銀行就說 他是台灣的商人有大學的學歷 很有知識 很有教育水平高 還有做生意很聰明 所以這些產品 他應該要了解清楚 他應該了解清楚 才要再投資 但是其實 我的理由就是 我做財經 教財經的 我做學者 我都仔細研究過 那個產品的性質 我才明白到什麼 那一般人怎麼會這麼容易理解呢 事實上現在 那個金融海嘯發生的之前 你看到很多產品 我根本都拋頭 因為資料透露方面 其實有些人不足夠 外面的人不太容易理解得到 那如果你真的不懂 你就千萬不要做 小食多教訓 那些accumulator 或者迷債那些 你看起來 其實也印證到 這句雖然很簡單的說話 不要做不同的投資 但實際上 可能是幫到大家 可以避免了很大的損失 另一個看護 就是千萬不要投資而不務正業 史往的時候 很多人 見到很多人會投資的 有些就是 心有義用 就是一邊做事 一邊看著電話 看著電話 就是假的去做 見到有些人是這樣的 OK 有些甚至乎 我投資贏錢 賣多少錢都贏 然後 連份工都遲了 用不太辛苦 打一萬幾千的工去做炒 就行了 有些人就說 日賺三千 挺有趣的 日賺三千 但其實我覺得 我自己接觸的 如果你是一天看投資發達的 我所遇到 這麼多年遇到的個案 真的甚少甚少 就算發達也很短期 即是三年以內 可能會好像很風光 但長期 多數都會輸下去 OK 如果你能夠將那個精神 集中在一個正業 本業那裏 其實回報肯定不止日賺三千 你見到很多專業人士 日賺幾 時鐘 時鐘計都賺幾千元 OK 那個才是長遠 所以如果你們年輕 或者你有子女 就不要叫他們 即是說 投資賺錢很容易 叫他們全資去炒 反而應該就是說 投資 好像曹Sir所說 是種樹 但你不是農夫 你不用天天去種樹 你正職不是做種樹 要嘛 種樹很遮蔭 將來長遠 但是那個是副業 不是正業 證監會在推動過投資的教育 就一直說 一定要求資 我們求資才是投資 也都今早有個新的口號 就是要學問為先的 OK 這個其實是很有哲理的 即是一語道破了投資的 一些哲門 為什麼呢 這個知或者問呢 不是簡單的 很多人說 知意 知意很容易 行難 其實呢 就算知也不是容易 因為這個知包括了什麼呢 包括自己 本身的財政經濟狀況 包括做投資的目標 計劃 成三風險的能力 也都包括了 就是市場 一直所講的 市場的架構運作 一些產品的風險 回報的情況 市況 監管的保障等等 這些知識在那裡 如果只知道一些東西 就像我做應股權證投資 我打算 一計出來 discount 換證股一定是 套 兩邊都賺就賺了 但原來市場的運作架 有這麼多東西 你買回來 要轉了Warrant 是你的名字 再行使你的Warrant 再換股 其實裡面很多 學問在這裡 你要了解清楚 是不容易的 但如果你能夠了解清楚 做足功課的話 其實就一定是幫到你 但求資我覺得 又不是百分之一百足夠 我覺得求資之餘 如果你要投資的話 你一定要學書 有沒有搞錯教人學書 真的 原來書是有一些哲理在這裡 如果你能夠明白書的哲理 你就可以從錯誤裡面學習 從失敗中可以成長 那書後賣點 其實就是 你 好似我剛才所說 事前的時候 投資前 你要問一問 為什麼要做投資 如果輸了會怎樣 輸了會怎樣 如果你知道輸了會怎樣 你起碼知道自己 風險承擔的能力去到哪裏 如果輸了要睡街 我要跳樓 你知道後果很悲慘 你就不會去做投資 你起碼知道自己有止蝕位在哪裏 你就不會輸到一敗途地 你連翻身的機會都沒有 這個事前 事後 其實也一定要做一些檢討 贏輸一定經常有 但是你輸了 你一定要檢討一下 究竟我為什麼會輸 從書裡面 就好像我剛才看的會討 就是 有些事情原來你不懂的 不要做 不懂的 不要做 不要亂信人 你看會討的時候 你就不會再重突複蝕 你再輸的機會 就慢慢慢慢可以減少 就算真的輸的時候 都是你自己承擔的能力範圍之內 就算輸了之後 你都可以安然面對 不需要太過彷徨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說輸 我覺得不是什麼大的問題 OK 最重要是從書裡面 拿回報 這個回報 就是我們要自己去體會的 今天跟大家分享 書的體會就是這麼多 多謝大家